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武馆的主人是耿荣贵 他是匹挂拳的名师 扣四将逃入武馆的原因 告诉给耿荣贵 这个时候官兵追到来 耿荣贵情急生子 要扣四运入徒弟里面 练习功夫 瞒过官兵 扣四得到耿荣贵 帮助逃过一难 充心感者 见到耿荣贵的儿子耿德海 聪明伶俐 就收了他做徒弟 有一日 扣四因事外出 被官兵发现 将他拘捕 判监八年 扣四身陷牢獄 长日无聊 只好沉思默想 研究功夫 因为他所囚的监房 靠近山边树林 经常见到一群猴子 在耍换 于是 他每日静心观察 猴子的举动 领悟出 轻 灵 跌 撲 雕 的神态 以及 陰 毒 损 滑 奸 的心法 创出了五路猴犬 包括 迷猴 罪猴 石猴 木猴 企猴 还有猴笔 和猴子天门棍 这就成为了 日后大声门的功夫 石江阴掩 扣四八年 迎满出狱 那时候 耿荣贵 已经归杜山 他的儿子 耿德海 也长大成人 于是 扣四就把猴拳功夫 传给耿德海 以报耿家的厚印 师傅 你教了多少拳 其实我正式教拳 应该是1987年开始 第一次正式开班教拳 就在长沙环的九龙工业学校 正式教班 之后 就慢慢去很多其他的社区 或者会所里面 就开始教 自己也曾经 试过租这地方 做武馆 教功夫 和教武士 原来是这样的 师傅 你为何教拳 教了这么久 这个第一 是我自己本身的兴趣 我自小对武术 很有兴趣 所以虽然现在我在做师傅 但是我依然 透过做师傅的角度 去学 去不断学 新的技术 新的武术知识 所以这个 都是我教拳 教了几十年的一个 真正的动力 其实教授功夫 还有另一个意义 就是将我们中国文化 去承传 好像1954年 我师傅 首先开指教功夫的地方 就是这里 谭工体育会 师傅 那大圣匹挂的发展是怎样的呢? 大圣匹挂 在香港 你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首先是我们的施工 是由北方 将大圣匹挂的权术 带到香港 到中期的时候 由我师傅 陈秀宗 开馆之后 一路发扬 包括训练很多徒弟 去参加一些国际性的赛事 拿到冠军 令到大圣匹挂的名字 香港 是为更多人所熟悉的 后期 包括我和很多师傅 都在香港 都有发扬大圣匹挂门 甚至有些师傅 可能重视电影工作 将大圣匹挂门的武术 带到电影介绍 也有些师傅 从事教育工作 也在学校里面有推广 我自己本身 也是开武馆 将大圣匹挂门的武术 传承给所有有兴趣学功夫的年轻人 大圣匹挂门 在香港哪里开始发展 最初我听前辈说 最初是中上环 有一个地方叫做竹树坡 竹树坡若摸近哪里 就是现在的文武廟 最初是精武体育会 邀请他们来香港教 另外有一个叫做南武体育会 也邀请紧斯公在那里教 后期他自己在石板街 就开始设立了一个武器叫做民众国术社 因为学生很多人 开始很多人学 不够地方用 就搬到湾仔鹅颈桥 堅拿道东七路地下 再将民众国术社的会址 扩大 吸纳学员 这个就是我来施工 最初来香港的时候 一个发展的梦络 到后期了 我师傅陈秀宗 1954年的时候 就在大坑正式开始教功夫 最初的时候 就在谭工体育会 慢慢因为都是地方小 学生多 就在碗沙街找了一个会址 最后再去到碗沙街 因为租药问题 自己就制止一个物业 就在我们现在碗沙街的街口 同楼环道那里 白城楼那里 是继续教功夫的 到我本身呢 我本身也是有学校 社区 以及自己 以前在一些地方 租了一些地方 来做武馆的 这个 都是我们香港 几个不同阶段 大胜匹关门 发展的方向 两位师兄 我想知道 因为师傅 1954年开馆 你们两位属于第一批学生 那当年是否真的就在谭工会开始 是 没错 这个大坑这个谭工会 正式的第一个会址 就在新村街 你的成长地方 没错 没错 成长地方 同时呢 师傅 196多年的时间 就在开武馆 而开武馆 我们小时候的时间 就在连拳 而那里的位置 那个天井 即是在帐篷那里 是的 就只是挂一个沙包 在那里 每天我们就在那里 练沙包 练拳 69年的时间 全东南亚国术 来比赛 第一届 陈冠太就去参加了 而我也是每天 跟他一起练习 就是这样 其实在大坑呢 师傅正式第一个 自己拥有的武馆和医馆 就是这个位置 是 我听你说的多了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就是这个位置 是的 没错 即是很幸运 这个家记呢 你这层楼都还可以保留到现在 即是现在算一下都 60 70 90 50年了 50年前 我亦都有在那里参加联集 就是这样 而我师傅呢 都是在这一层楼 开始发迹的